哈利亚 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哈利亚 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感谢神的祝福 感谢神的祝福 我们在这边在神的面前 作为来祝集 来敬拜神 再一次在神的面前 再一次聚集 敬拜神 我们先来担任 愿神来带领 我们在这个道理的分享中间 让我们在道理的分享里面 我们都可以得到彼此的造就 我们现在来显示录的第一章 我们翻开启示录第一章 我们现在显示录的第一章 我们翻开启示录第一章 启示录第一章 启示录第一章 第一章 来看这个第三章 第一章第三章 启示录第一章第三章 启示录第一章第三章 第三章 第三章 讲点这个书上议员的 跟那个听见 又跟尊修基中所记载 都是有效的 因为日期金融 很感谢主要所谓的音点 很感谢主要所谓的恩典 我们在上一回都讲到 定山的宝训 在上一回我们都讲到 登山宝训 来讲到主要所希望 我们所得到的福气 讲到主耶稣 想要我们得到的福气 所以我们以帮他 请作定山宝训的伯福 所以我们一般称为 登山宝训八福 现在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 启示录 在启示录的教训 我们要体会神 教到约翰和人的恩典 我们要体会神 借着约翰给我们的恩典 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福气的事 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福气的事 在我们所看的第一章 第三章 在我们看的第一章第三节里面 这是当时新约受逼迫的时代 在这逼迫当中 受到的冲击是特别大的 所以大学是在 主后的一百年的中间 大约在主后一百年 当时的罗马皇帝 他的名字叫做 多米奶皇帝 他的名字叫做 多米奶皇帝 这个皇帝是下一个命令 这个皇帝下了一个命令 就是在他所管辖的土地上 在他所管辖的土地里面 所有的人民都应该拜他来当作神 就是皇帝的顶于神 在那个时代里面 皇帝的命令刚才有威权 皇帝的命令带有威权 你不能不听 当然你如果抗命不听的话 会受到很严重的制裁 会受到严厉的制裁 一般来说就是 把他抬起来 一般来说就是制使 所以当面对到这么大的命令的时候 当面临到这么大的命令的时候 那个时候 冲击的人中间 那个时候的冲击 对当时的人们 就是犹太人 就是当时的犹太人 因为犹太人是 敬拜天上独一真神 犹太人是敬拜独一真神的 所以在他们的信仰中间 所以在他们的信仰里面 他们绝对不会把人当作神 他们绝对不会把人当作神 竟然不会跪在他的头前来敬拜 更加不会跪在他们面前 但是另外一种人 但是另外一种人 就是基督徒 就是基督徒 但是在那个时候的基督徒 在当时的基督徒 并不是有历史 犹久犹太人 并不是历史悠久的犹太人 甚至他们的民族是 这么强热的民族 甚至民族信仲的强热的民族 他们并没有这种的特色 他们并没有这样的特色 所以基督徒在那个时代来说 在基督徒的那个时代来说 比较脆弱 比较脆弱 因为他没有组织 没有充沛的人力 没有充沛的人力 所以很容易在这匹别中间 所以很容易在逼迫当中 成为修仙 要来借财对象 成为第一个被制裁的对象 所以在那个年代来说 在那个年代 基督徒受的逼迫很严重 基督徒受的逼迫很严重 所以当时这个 苏徒 约翰 当时使徒约翰 他们说是教会的担命证 可以说是教会的带领者 所以当然我们面对这种的逼迫 当我们面对到这种逼迫 所以后来当时的政府 所以当时的政府 就去吃 抓紧这个拌摩岛的地方 所以把它抓到 拌摩海岛的地方 拌摩岛是一个中海的一个小岛 拌摩海岛是地中海的一个小岛 所以周围是海 周围是海 是一个孤岛 所以人就被含在那个地方 所以人就被软禁在那边 这是当时政府对于一个制裁 这是当时政府对他的一个制裁 当然在这个逼迫的中间 在这个逼迫当中 神的恩典和怜悯 神的宽并和荣耀 神的权柄还有荣耀 并没有因此失落 并没有依止失落 反倒在拌摩海岛的意象中间 反倒在拌摩海岛的意象当中 神特别跟这个约翰这样说 神特别像约翰这样说 在这个主要所要再来见证 主要所要再来之前 我们看到意象 看到意象 我们就看到信心 就看到了信心 我们就三成要进来 我们就产生忍耐 因为我们是有福气了 因为我们是有福气的了 在启示录的第一章开始 最后一章中间 最后一章 他记载七个福气 他记载了七个福气 意思是在拌摩海岛的患难中间 在拌摩海岛的患难当中 约翰看见神给他的福气 约翰看见神给他的福气 所以透过七个福气 所以透过七个福气 他坚定了信心 他坚定了信心 这是拌摩海岛的七福 在这个七福中间 在这七福里面 对今天的灵修来说 也有很大的帮助 也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就对这个 启示录的第一章 所以我们从启示录的第一章 对这个第三十这段来说 第三节开始 让我们知道 我们要念这世上的预言 让我们知道 我们要念这书上的预言 我们不但要念 我们还要听 还要听 还要尊守 这样我们就有福了 尤其是主要说 要再来见证 更在主耶书要再来之前 尤其在主耶书再来之前 尤其在主耶书要再来之前 我们所面临的逼迫 有时候比当年 约翰的时代更严厉 有时候比当年的约翰 还有更加的强烈 所以我们一定要讲这段经文 所以我们一定要讲这段经文 上上放在我们心里 常常的放在我们心里 第一章的第三十条件 第一章的第三节 有三个很重要的名书 有三个重要的名词 第一章就是念 第一个是念 第二个是听 第三个就是尊守 第三个是遵守 这三句话 我们要来了解 这三个动词我们来了解 我们能够体会 甚至在圣灵的帮助中间 甚至在圣灵的帮助里面 我们可以这样 公共走下去的位置 让我们可以刚强的走下去 我们人生绝对有福气 我们人生绝对有福气 天国绝对是我们的 因为天国绝对是我们的 所以我们就要在这个经文上面 所以为了在这个经文里面 让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 让我们获得造就 所以首先我们将这个 第一章的第三章 首先我们把第一章的第三节 在这个经文里面的意思 把这个里面的意思 来做进一步的说明 在这个第三章的第一句话 这样说 第三节的第一句话这样说 要念这个切胸的语言 要念这书上的预言 这个念这句话是什么 念的意思是什么 用我们中文的说法叫送读 用中文的说法叫做送读 就是大声地打出来 就是大声地打出来 在我们国小读书的时候 我们上上都听到 每一班都有那个人读 我们常常会听到 每一班在朗读的声音 这一班的导师 这一班的老师 也要求这一班的学生 会要求这一班的学生 就会来打出来 一起来读书 就是人读打出来 就是人读而且读出来 所以这班你也听到 他们打出来的声 所以这一班听到读书的声音 所以你一班也听到读书的声音 另外一班也听到读书的声音 就是读书的声音 这就是读书的声音 所以这种持其比落 读书的声音 持其比落读书的声音 这就是读书的方法之音 这是读书的方法之音 不但能够大声地念 你的心也会去想 心里也会去想 你的坚定了一种的意念 会坚定这样的意念 甚至可以完全地了解 这个里面的道理 甚至可以完全里面的道理 当然不是只有 那个诵书的意思而已 不只是读读这个意思而已 这个念也有另外一个含义 这个念也有另外一个含义 就是要阅读 就是要阅读 就是要上上看 要常常地看 现在都在推动 阅读这个风气 我们现在常常在推动阅读的风气 有时候我们要常常地看书 你时常这样打开车来看的时候 如果我们常常打开书来看 你能增加你视野的跨度 可以增加我们视觉的广度 甚至你对书有这个沉的沉度 甚至对事情会有深入的 会有深入 意思是说你跨度有够 意思是我们的广度够 你的沉度有够 我们的深度也够 如果这样你做事情不浮浅 这样做事情不会浮浅 你判断不会诱递 判断不会诱递 所以当你有公开的阅读 当我们有广阔的阅读 甚至你有亲这个阅读 甚至有深入的阅读 能够得到很大的帮助 所以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念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要诵读 就是要阅读 就是要阅读 让我们可以在这个 圣灵的阅念中间 可以让我们在圣灵的带领当中 来明明神借到这句话 所谓的意义是什么 那明白神借着这句话 告诉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这是当时的书都约翰 这是当时的使徒约翰 希望看到这篇书信的人 希望看到这篇书信的人 当然这篇书信的人 都可以把这句话记在心里 你一定要把它念出来 你一定要把它进一步来看出来 进一步来看 过来才有个第一句话 这边有第二句话 说这书上的预言 这书上一般是我们中文的翻译 这书上一般是中文的翻译 因为它要配合第一节之后所说的内容 因为它配合第一节之后所说的内容 所以说到这个书上的时候 所以说到这个书上的时候 我们都直接认为 这个基督欺史力的内容 我们会直接觉得是记者起诉的内容 但是你如果上次来探讨 当时的希腊文 但是我们来探讨当时的希腊文 这句话叫什么 这句话叫做什么 预言就是神的语 预言就是神的话 就是说你要担心来念出神的预言 就是要大声来念出神的预言 是不是说要念出神在中间所说的语 就是念出神在当中所说的话 再来书上这句话就是预言的意思以外 书上这句话除了预言的意思之外 我们现在还看了 还写一个预言 现在还有看又写了一个预言 这个预言是什么 这个预言又是什么 预言就是神的语意 预言就是神的话语 就是预言跟预言 就是预言和话语 如果用通俗的这个经过的翻译来说 用通俗整个来翻译来说 就是你要大声念出了神的预言 要大声来念出神的话语 因为神的话语 因为神的话语 已经透过了这个约翰 已经透过了约翰 现在这个书上了 写在这个书上了 现在所说的架事录 就是我们所说的启示录 所以当你来念架事录 当我们来念启示录 当你来念到神的话语时 而且念到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就有福气了 这是这句话的真重要的观念 这是这句话很重要的观念 这样我们念了之后 我们要详细来听 我们要详细来听 详细来走 仔细来遵守 我们在今晚也要组合中间 在今晚的聚会 我们来讲到这个念这个部分 我们来讲到念的这个部分 今天我们为了信仰的长进 今天我们为了信仰的长进 我们为了信仰的长进 为了要明白神的旨意 念圣经 念神的话 甚至阅读神的话 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在犹太人的信仰生活中间 在犹太人的生活当中 他们都常常要求他们的孩子 他们常常要求他们的孩子 要得那麦记 要懂得认知 麦记的目的 认知的目的 就是要看圣经 就是要看圣经 所以今天出世 第一个概念是什麽 但是孩子出生的 第二个概念是什麽 就是要得那看圣经 就是要懂得看圣经 所以上上用到 很多不同的这个比喻 所以常常用了 很多种不良的比喻 用看圣经是 非常地味的事情 说看圣经是甜蜜的事 所以在诗篇 一百十九篇的所在 在诗篇一百一十九篇 他说圣经里面的话语 比蜜甘甜 所以他上上告读 他们的日路 所以他们常常教导 他们的儿女 当你认识智了 当你认识智了 当你对诗篇开始 当你从小开始 你就要完全来 认识这个圣经 你就要完全地认识圣经 所以有时候 用了一个 叫做 去运的这个作法 所以有时候 用一个新颖的作法 就是在我们的经馆 在经券上面 就好像就 放那个甜的东西 就好像放了甜的东西 让你很喜欢这张纸 甜这张纸 甜这张纸 因为这个甜 甜有甜的感觉 因为甜这张纸 有甜的感觉 很爱吃的感觉 很爱吃的感觉 所以后来在 这个仙子书中间 后来在仙子书里面 好比说 有一个叫 医学家仙子 有个叫 以希杰仙子 他告诉我们 书馆可以吃 书馆可以吃 但是你在神的灵里面 但是在神的灵里面 这个书馆吃 有时候会滴 这个书馆 有时候吃是甜的 有时候吃是苦的 它的意欲是什么 就是说 从小开始 从小开始 你就很爱看圣经 我们很爱看圣经 你对看圣经中间 从看圣经里面 就好像吃东西 你吃得很甘甜 吃得很甘甜 但是也吃得有 很辛苦 但是有时候吃得很辛苦 因为甘甜就得到饭酒 因为甘甜得到饱足 就得到欢喜 苦是指着什么 就指着神的借比 指着神的责备 指着神对你的管教 指着神对我们的管教 所以在犹太人的信仰生活中间 所以在犹太人的信仰生活当中 他常常教导他们的儿女 从小看圣经 甚至把圣经当作 是甜这么甘甜 甚至把圣经当作 蜜这么甘甜 要求他们要来吃 要求他们要来吃 要来看 要来看 要来讨 要来读 要来大声的诵读 要大声的诵读 这就是犹太人的信仰 这是犹太人的信仰 所以我们今天 去在犹太人的社会中间 所以今天我们在犹太人的社会 我们看到他们 愿意认真看圣经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 依然认真看圣经 这是我们在学习的地方 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 今天我们在有福的生活当中 甚至面对很多信仰 充敬的时代来面 甚至面对很多信仰冲击 我们要念 要读 在旧约圣经 为了让当时的人 要建立与神美好的关系 有这个心中的要求 有一个重要的要求 我们来看生命记的十七章 我们来看生命记十七章 生命记十七章 生命记十七章 我们来看这个十八章 十八章 生命记十七章的十八章 生命记十七章十八章 十七章十八章 十七章十八章 说他定了各位 就要将这些义民 民政的这个书法写 为了自己来朝下一遍 朝夏日本 尊在医院的这个所在 要平身来送他 好学习经历 要发医院的心 尊守尊专业 这个书法写 上面一切的愿意 跟这个论例 面对医院 兄弟心股心股 偏做朋友 离开了这个概念 因为他和他的疼孙 便应在医生热中的国家上 当国家上 尼中一句 在这个经文里面 这是当时的 这个断念诸摩西 当时的带领者摩西 当他要离开 他是八世 当他要离开以色列百姓 所以他心中有很多感慨 所以他心中有很多感慨 但是也有很多要求 也有很多要求 所以当摩西要离开的时候 当摩西要离开的时候 在这个叫做 玥丹河的东边 在约旦河的东边 就是摩押平原的所在 摩押平原的地方 他特别写了 叫做新命纪 他特别写了生命纪 重新来公告 神的命令 重新来公告 他对八世的要求 重新对百姓的要求 所以当时 特别对君王 有一个公劣的要求 所以当时 对国王有特别的要求 就是当他做王的时候 当他做王的时候 他必须要对 这个祭司 离美人的手中 他要从 祭司立卫人的手中 拿一本律法书 这律法书指的是什么 这律法书指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摩西五经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摩西五经 从创世纪开始 一直到生命纪 到生命纪 这叫做律法书 这叫做律法书 所以当时 律法书的概念和繁围 就是摩西五经 当时律法书的概念范围 就是摩西五经 因为这就是信仰的基础 这是信仰的基础 这是人跟神 很重要的一个关系 这是人跟神之间 重要的关系 甚至是一个灵修的关系 甚至是一个灵修的关系 这平常是依这本的圣经 平常要以这本圣经 只要做他唯一的标准 成为他唯一的标准 来建立一个 敬神爱人的生活 来建立一个 敬神爱人的生活 所以他要把这本圣经拿起来 所以他要把这本圣经拿起来 主导机会要把它抄下 赤头智慧的抄写 这要把它抄起来之后 要把它抄起来之后 要把它黏出来 要把它念出来 我们这个中立教会 我们中立教会 我们这个问题的阿箴 我们文贤弟兄的审舍 阿箴 梁修德是你 梁修德 他妈妈 你们阿箴 有一边我看到 我们梁修德弟兄 有时候看到 有一次看到梁修德弟兄 在安息日聚会的时候 在安息日聚会的时候 那有时候 都会写字 写字很大字 他有时候会写字 写很大字 那字也很漂亮 那个字也显得很漂亮 我就很好奇 你字怎么很漂亮 我很好奇去问他说 你字写很漂亮 所以改天我要掉走的时候 你要写几个字 说他妈妈也很认真 他妈妈也很认真 他妈妈也很认真 在操写圣经 所以有很多古圣徒 甚至我们有很多 建设在那里 甚至有很多 前程的弟兄姐妹 他都有操写圣经的习惯 有时候会有操写圣经的习惯 按着圣经的顺序 按着圣经的顺序 主导有机会这样操 自投自为的操 操爱耐心 操写圣经要有耐心 操要有细心 操要有细心 一句操 一字一句的操 我们看到有我们的小朋友 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小朋友 老师说下课了 老师说下课了 明天要交家庭作业 明天要交家庭作业 所以就有很多疑爱去寻 所以就有很多字要写了 Joachim 下课后 客服的时间 这个叫安心的时间 小孩下课之后安心的时间 就开始下作业 就开始写作业了 我孩子下作业的技术 越下越潦草 有些孩子写字越写越潦草 我们叫做微妥妇 我们说是画鬼画妇 写开心很滥 写得很潦草 我儿子小时候 我就骂他说你写这个什么字 把他全部插掉重写 有时起到后 把这页把他插掉重写 有时候生气了 就把整页撕掉重写 写这个什么字 写这个什么字呢 教他说要认真写 教他要认真写 写工整一点 要工整 不可以撩草 不可以撩草 所以当你去插圣经的时候 我们在操写圣经的时候 我们要有耐心 你还要加细心 而且还要细心 这样一位一位写 一比一画的写 公公整整把它写起来 公公整整的抄起来 我们去家庭作业的时候 我们在写家庭作业的时候 我们有这样的耐心吗 我们有这样的耐心吗 我们有这样的细心吗 我们有这样的细心吗 所以来看到这孩子 在写家庭作业的时候 我们看到小朋友 在写家庭作业的时候 写字很工整 写字工整的话 写字很用心 写得很用心 我们也很欢喜 我们心里也欢喜 所以当时有很多敬畏神的人 在他们的灵胸里面 他就是开始抄写圣经 开始抄写圣经 一字一字的写 所以在亚苏 降生的那个年代里面 在耶稣降生的那个年代 那都是听到文书 我们常常说到文书 文书在那个年代里面 文书在那个年代 他们主要工作的是什么 他们主要工作是什么 就是抄写圣经 就是抄写圣经 圣经这样抄啊抄啊 圣经一致的抄 还在那个年代 有很多叫做修道院 在那个年代 还有很多地方叫做修道院 就是爱圣尼人的社团 是爱圣尼人的社团 他们也要抄写圣经 所以这个抄写圣经 是一个耐心 抄写圣经是一个耐心 但圣经应该是 这个敬畏神的表现 更加是一个敬畏神的表现 这个摩西就要跟这个君王说了 摩西就跟君王说了 你为了要断那八生 你为了要带领百姓 要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 所以你心里是一个君王的人 身为一个君王 你要依心主席 你要以身作成 你要有这个秀灵的地位和能力 你要有属灵的智慧跟能力 来断领百姓 带领百姓 所以你要拿着这本律法书 所以你要拿着这本律法书 你要开始抄写 你要开始抄写 抄写的东西 当抄写的当项 抄写之后 你要还把它抄出来 你要把它读出来 抄写把它抄出来 大声地读出来 这就是在冰胸死的习惯 要成为平生诵读的习惯 这样看起来 我们要成为有福气的人 这个念圣经里面的习 念圣经里面的话 那是一个必要的过程 这是必要的过程 在学校读书不过如此 尚且如此 我们今天在联修的中间 我们今天在联修的当中 我们也是这样 会记得在新行业的时候 记得在神学院的时候 早就开始基督会 一大早就有祷告会 在这个基督会中间 在祷告会里面 大家轮流来讀经 大家轮流的读经 现在轮流讀经的时候 轮流读经的时候 轮流的读经的时候 有时候读的声音很小 有时候读的声音很小 叫做喊在嘴巴里面 叫做喊在嘴巴里面 但是老师就要求 老师就要求我们 今天读圣经要大声地朗读 当我们大声朗读 你大声朗读 大声读出来之后 代表你的精神 代表精神 代表你的集中精神 代表我们的精神集中 还要代表什么 还要代表什么 代表你的用心 代表我们的用心 你的精神和你的技力 我们能够增加我们的记忆 有时候我们也应该去看看 我们也有时候 在家里的时候 你在洗什么嘴巴 小声的毒 比如说我们刚才17章的18节 我们嘴巴的时候 他定力国威 就要将这些理由 民情这个乳法刺 家庭我们是这种 嘴巴的成量和速度 假使我们是 平铺直树的毒 你可能会睡着 我们可能会睡着 你会感觉没什么意思 可能没什么意思 但是你拿出精神来 让我们拿出精神 你真有精神 大声的讨 很有精神的毒 他定了国威 他登了国威 就要将这些 在民情这个乳法刺 将要将祭师 立位了面前的 这个律法书 这讨的是所在 叫做铿锵有力 这读得起来 听得铿锵有力 这对一个信用的建立 这对信仰的建立 对一个信为义的建立 对神话语的建立 有绝对的帮助 有绝对的帮助 因为它能让你 准在你的心来 因为它让我们存在我们心里 所以在过去的这个神的选民 在过去神的选民 对君王一直到平凡的备生 从君王到平民 对他们的生活开始 从他们的生活 到他们的聚会 都要求要来 送达到神的卫义 都要求来送读神的话语 我们来请看 哥林多厚书 我们请看 哥林多厚书 哥林多厚书的第三章 哥林多厚书第三章 哥林多厚书第三章 第三章我们来看这个十四章 第三章十四章 哥林多厚书第三章十四章 哥林多厚书第三章十四章 三章十四章 三章十四章 但他们的心体说的 他在到走去送达 故义时 这个 这个帕子就是这个鸡子 若没有给它拿去 这个鸡子在基督里面 已经飞起来 仍然在到路走去 每一章送达 这个无声切的时候 这个鸡子还在他们的心胸 在这个所在我们讲到 犹太人去鸡经 在这边讲到犹太人的读经 这个鸡经的中间 在读经里面 还有一个叫做帕子 有一个叫做帕子 就是一个手鸡 是一个手鸡 这个手鸡 董在民的头前 这个手鸡挡在民的面前 这是一个有历史的典故 这有历史的典故 这典故是什么 这典故是什么 这典故是当时 当时神显现 当时的百姓 看到神显现的时候 看到神显现的时候 有威严 会怕 所以他不敢直接近到神 所以不敢直接面对神 他曾经跟摩西这样说 神跟你说什么 你跟我们说 因为神的威严 后来摩西到新海山的山顶 有四十天的时间 有四十昼夜的时间 这四十天的时间 四十天的时间 常常与神面对面 所以那面有对神来 迎光 所以他面有从神而来的荣光 所以面有那个面的迎光 所以他的面有那神的荣光 所以当他露山了 当他下山之后 百姓看到这个摩西的面 百姓看到摩西的面 摩西的面都迎光 看到摩西的面都是荣光 因为这个迎光是对神来 因为这个荣光是从神而来 它代表是完全的圣贱和荣耀 他代表是完全的圣贱和荣耀 因为百姓代表着我们人的罪性 百姓代表着人的罪性 所以不敢见面 所以不敢见神的面 不敢见摩西 不敢见摩西 所以只要用一个手巾来扣掉 所以用一个手巾来遮住自己的 所以那个手巾代表什么 所以这个手巾代表什么 代表着人的罪组织 所以代表人的罪的阻隔 所以在罪组织上面 在罪的阻隔 不敢来看到神给我们的荣光 不敢看见神给我们的荣光 这就是帕子所代表的意义 这是帕子所代表的意义 但是在那个时候的犹太人 可是在当时的犹太人 他就是上上去设圣经 他们常常在读圣经 每一遍主会 每次聚会 他就设圣经 就读圣经 无论在聚会中间 无论在聚会当中 在家庭的聚会 在家庭的聚会 他们上上就在那个所在 大声的设计 常常在那个地方大声地读经 所以他们读圣经的义 所以他们读圣经的话语 成为他们信仰建立的开端 成为他们信仰建立的开端 所以在我们的信仰的生活里面 所以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 有时候我们也要来设一下 有时候我们也要讻一下 尤其是在家庭的中间 尤其在家庭 我们更加要讻经 在犹太人的会堂 在犹太人的会堂 他们会带领大家一起读 所以有的传道都会说 我们一起来设经 所以有些传道会说 我们一起来设经 比如说我们读到哪一段经文的时候 大家一起来读 说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大家一起来设计 但是因为人数多 因为人数一多 再来听读也不一定同样 成都不一定相同 有些读得比较快 有些会读 有些不会读 所以在公众的主会中所 所以在公众的聚会参数 为了维持主会的特殊 为了维持聚会的秩序 所以大部分都是传到一个人来设 所以大部分是传到一个人来设 你如果是其他 比如家庭主会 比如说我们其他的家庭聚会 团企主会 团企的聚会 不然我们大家一起来设 我们大家一起来设 因为他没有影响特殊的因素在里面 因为没有影响秩序的因素在里面 所以就这样来设计 所以就可以直接读 但是我们看到 犹太人的信仰是幻中间 但是我们看到犹太人的信仰 他们平常是很爱设圣经 他们平常是很爱读圣经的 当作蜜一样在那所在设 当作蜜 当作蜜一样在那边读 我们今天在信仰里面 我们想到主要是要再来 我们想到主要是要再来 我们眼前有很多苦难 我们眼前有很多苦难 但是苦难当时 要照到这个书上的语言 但是苦难当中 神要借着书上的预言 就是借着神的话语 我们明必到他的英雄和敌生 让我们明白神的荣耀跟特性 明必他敌生所给我们的新天新地 明白他得胜之后 让我们给我们的新天新地 让我们敌到英文少年福气 让我们得到永远的福气 所以你想想去设神的威仪时 所以我们常常在读神的话 我们就建立了信心 所以这样你就有福气的人 这样我们就是一个有福气的人 所以我们看到欺识的第一张 所以我们看到启示录的第一张 他希望我们要来念 所以我们要建立特性的习惯 我们要建立读圣经的习惯 所以这个堂 成为一个福音的开始 所以这个读经是福音的开始 成为牧养的开始 有很多教会 为了要牧养信徒 让他们常常在神的话语上面有份 所以他们都有一个特经的进度 所以都会有读经的进度 那这个特经的进度 这个读经的进度 就成为家庭聚会的读经 就成为家庭聚会的读经 成为我们公众聚会的读经 成为我们公众聚会的读经 好比说 好比说 我们现在就定说 没有一个月开始 我们就定说哪一个月开始 我们第一周 第一周 我们第一周 我们的读经度就是 妈头音第一周 我们进度是马太福音第一张 这周就是我们的进度 这一张就是我们的进度 我们在我们家庭 在我们的家庭 在我们的团企 在我们的团企 在我们的组会 在我们的聚会 我们就以这一张当作进度 这都在这个进度中间 在这个进度里面 我们大声来念出来 这有个教会就要进行 有些教会就这样进行了 这都念出来之后 当然要有很多配套的工作 要有很多配套的工作 就是在讲道中间 在讲道当中 来做说明 说明 这是一个配套的工作 这是配套的工作 所以我们要知道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成为有福气的人 压过一切罐子的条件 要赢过末世一切的挑战 这个讀圣经是必要的 读圣经是必要的 所以母亲又特别要求 母亲又特别要求 你不但平常是要来送讀圣经 不但平时要送读圣经 又要求什么 更要求什么 彼此来谈论神的会议 要彼此来谈论神的话语 好比神的话 连到约翰之后 约翰的感动 约翰的吉他 约翰的期待 他再来向众人来分享 就向众人来分享 写出来让众人来作读圣 写出来让众人一起送头 这就是谈论 所以黏念过这个含义是什么 念的另外一个含义是什么 不是只有读而已 就是彼此来读出来 来谈论神的会议 要谈论神的话语 我们来看看神明的第六经 看生命纪的第六章 我们请看神明纪的第六经 生命纪第六章 生命纪第六经 生命纪第六经 第六经的第七章 第六经的第七节 第六经第七章 第六章的七节 第七节说 也要引擎 告分的日路 无论你坐在家里 怕在路上 倒下去 都要来讨论 这个地方给我们说 一个尽心尽性尽力 爱神的人 今天说到一个 尽心尽力尽心爱神的人 在他的生活当中 都把神的位置放在神里 要把神的话放在心里 打开了圣经 打开圣经 在那个地方读出来 读出来之后 就你所领受的 就我们所领受的 在生活当中 来谈论到神的位置 谈论神的话语 这个谈论就很重要了 这个谈论就很重要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 念的过程中间 所以今天我们在念的过程当中 不是自己念而已 不是只有自己念而已 我们有时候要念给别人听 有时候念给别人听 别人也念给我们听 在这个谈论的过程中间 在这谈论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但应用这个经文 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不但把经文记在我们的脑袋里面 我们也知道 也知道经文给我们的方向 意义在哪里 小迪在这个中南区的时候 当小迪在中南区的时候 但是这个教部组的工作 担任教母组的工作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叫做 青少年的成长营 那个时候有一个叫青少年的成长营 就是以前教组做单位 就是以青少组的单位 如果我们一天中间有拍相关的课程 在一天当中排了相关的课程 那时候有来做一个叫做 经文比赛 那时候有做一个经文比赛 又来经文测验 还有经文测验 以小区为单位 以小区为单位 来比赛对一个教区 对一个小区 比赛哪一个小区 在这对一间教会 甚至哪一个教会 在经文的背诵 在经文的背诵 在经文的抽策中间 在经文的抽策里面 看三人的积分比较高 看谁的积分比较高 这比赛很热闹 这个比赛很热闹 国教区就在想 各个小区就想了 我们现在要叫什么人 我们现在要叫谁上去呢 要叫什么人 要叫谁 那时候小弟刚好负担我们完教教会 那个时候小弟刚好负担完教教会 完教教会有很多 孩子真的很不简单 发现完教教会 很多小孩子非常不简单 我们完教有很多 叫林章林章的林章的人 完教教会有很多 林章开头的人 比如林章伟 林章伟 林章明 林章义 林章义 那都是林章的 都是完教的 都是完教教会的 因为孩子那时候 刚才都清教祖 他们的小孩 当时都是清教祖 被派出来当做代表 他们都被派出来当做代表 要跟第一小区比赛 来跟第一小区 跟第二小区比赛 看谁的经文 比赛 看谁的经文比较熟 真感谢主 很感谢主 在比赛中间 在比赛过程当中 才发现有的孩子 对经文的记事 背诵加強 才发现有些小孩 对经文的背诵很强 真的很不简单 实在不简单 我们来想想看 我们总教教用 每一课的课本中间 我们宗教教育 每一课的课本 我们不知道有印象吗 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你来课一段 你要背 里面有一段是我们要背的 背诵经文 我们就是对背诵经文中间 就是从这个背诵经文 来做一个题目 好比我们先说前半段 我们先说前半段 我们要接下半段 我们要接下半段的经文 用这种的科技 用这种考试 我讨一段 你接下半段 我读上半段 你要接下半段 用这种来科技 用这种方式来考试 看谁背的经文比较多 甚至在背诵中间 甚至在背的过程当中 用一种谈论的方式 用一种谈论的方式 就是你把相关的经文 大家讨出看看 你可以把相关的经文 读出来看看 比如说 我们说 欠比的人有误了 我们说欠比的人有误了 欠比的人有误了 欠比的人有误了 你就从经文里面 把这个经文里面 你可以想出来相关的经文 可以想出来的相关经文 你如果可以背出来 可以把它背出来 最好 这样是最好的 家庭如果背不出来的话 如果背不出来的话 你可以把经文打出来 我们可以把经文读出来 那如果这样 那都算在积分里面 这都算在积分里面 所以黑板就开始下 所以黑板就开始下了 对子人教会 哪一间教会 对子人教会 又把政治性 在他试着试 哪一间教会又得分了 用到这种方式 用这种方式 大家做那个设圣经 大家一起读圣经 大家做那个认论圣经 一起谈论圣经 这就是这种科技 这是一种考试的方式 但是这个气氛中感 它是这个气氛 大家可以像这样 打雷台戏 大家好像打雷台戏 很热弱 有点设 设计时设计不出来 有点设计的时候 设计不出来 设计小钞 有些会给了小钞 有些人整个大声说 就把大家问说一说 有些甚至就大声说 把答案都讲出来了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已经把福气的开端 已经把福气的开端 就是这个黏的部分 这念的部分 已经去把它推广了 已经推广了 已经去把活跃出来了 已经活跃了 这样我们在生活当中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我们要想想把它黏出来 我们要常常的念出来 把它读出来 让我们明别这个经文 那我们明白这样的经文 不但明别经文 不但明白经文 我们还可以请求 这个诗篇37篇里面所说的 更能够像诗篇37篇所说的 我们请看诗篇37篇 一起看诗篇37篇 诗篇37篇 诗篇37篇 我们来看这个30战 30节 诗篇37篇也30战 诗篇37篇30节 30战 30节 讲义人的口丹论地匪 他的字头来江水公平 是在入法地义的心里面 他的脚众无骨头 在这个经文里面 说到义人的口 经文里面说到义人的口 来谈论地匪 谈论智慧 来公告公平 讲到公平 意思是说 常常引用神的话 互相鼓励 互相鼓励 互相提醒 互相提醒 看到灰心的人 看到灰心上智的人 失智的人 没关系 除了勉励之外 但是我们要相信 对神来力量 我们要产生从神而来的力量 我们更加相信神 神绝对安慰我们 那我们更加相信神会安慰我们 我们就放出圣经来 我们就翻开圣经 我们就来讨一遍 我们一起来讨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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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谈论 这就是念 这个就是念 所以在这个犹太人的社会来面 在犹太人的社会 常常用诵论圣经 常常用诵读圣经 用彼此谈论 和他们在这个神的伟议上面 那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 建立了信心 这就是他们的念 这就是他们的念 这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就要做到这一项 所以等我们再看到 K16第一经文时 我们看回来 起师律第一章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这个书都要寒了 我们就知道使徒约翰 他要特别告诉我们要念 要念神的话 念这书上的预言 要念这书上的预言 你如果念到福气了 念就有福气了 因为你念了 因为念之后 你明显到神的记忆 明白神的旨意 你就贏过了苦难 贏过了苦难 贏过了挑战 贏过了挑战 你就像一个利器同样 就好像利器一样 贏过魔鬼的阻动 贏过魔鬼的阻挡 这就是念的好处 这就是念的好处 所以我们愿意念 如果我们愿意念 我们又愿意听 又愿意听 又愿意惊 又愿意遵行 我们真的是有福气了 我们真正有福气了 就是在我们今晚的主要中间 在今晚的聚会当中 先用这个念 做我们的佛上的勉励 先用念来做大家的勉励 让我们愿意来 大声讨出来 让我们愿意大声读出来 让我们愿意来 以经文佛上的高担 让我们愿意用经文 来互相交谈 互相来分享 互相分享 我们一起来唱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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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赞美诗236首 请不吝点赞美诗236首 请不吝点赞美诗236首